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警察隊員助級協會 即是俗稱省仔協會的主席林志偉 他最近向會員發出一封公開信 這封信件的標題寫著 《烏俠之眾,不分和勇》 嘩,押了位置 其實他在這封信件裡頭 主要是向著和理非市民開拖 我們一起檢視一下 到底他在這封信件裡說了什麼 以及為什麼他會突然向和理非開拖 首先說一下這封信第一段 他引用了一個成語 我覺得是相當異議 我們一起看看 他說 對於這些無法無天的暴徒 必須再度與以最嚴厲的譴責 天網恢恢 我相信警隊上下必定會全力 將此等違法狂徒承之於法 雖遠必誅 就是這四個字 雖遠必誅 這句話是大陸的網絡 或者政界經常用的 就是什麼 犯我中華者 雖遠必誅 實際這個雖遠必誅 是出自哪裡 其實就是出自看書 他的意思是為什麼 雖然你逃跑得很遠 我都一定會將你誅滅 誅殺 就是雖遠必誅 但問題就是 香港這個警察隊 你遠得去哪裡 你的核區最多都是特區的範圍 北至白虎山 東至東平洲 南至索古洲 收以至大嶼山的雞翼國 你最遠就是這幾個地方 再遠都去不了 不好意思 所以你雖遠必誅 最遠就是這幾個地方 哈哈哈哈 即是不用異淫 經常說這些話 都沒什麼意思 第二段開始 他就責怪和理非 就說和理非市民難辭其咎 我們一起看一下 到底他說什麼內容出來 要向和理非開拖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一班自稱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追隨者 亦都是難辭其咎 他們的惡行 包括以身體、雨傘或其他物件 掩護那些暴徒、私暴和破壞 或者在暴徒、私暴和破壞的過程當中 他還吶喊助威 喂 你這個是不是串緊 何君堯大議員 他和那些白衣人一起握手 和他合照 舉帽子讚好他們 當然 何議員就說不能夠 穿著白色衣服 就當他是進了西鐵站 這樣就需要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警察又反對 你又不夠膽 那你罵和理非什麼呢 好了 他還說 說協助暴徒逃避 警察追捕 莫非你說721當晚的警察 那些警察 就去到圍村那裡 和那些白衣人士搭了肩膀 是不是 嘩 簡直看到他拿著那些工具 全香港的鏡頭都看到了 拿著那些棍 木棍 棒球棍 總之是拿了工具 警察說什麼都看不到 看不到 是不是 或者721那兩名的巡警 走到西鐵站 嘩 看到大片 那些白衣人襲擊市民 無差別 嘩 走回頭 當看不到 這些算不算是協助暴徒 逃避警察追捕 請問 或者怎樣 打去999的報案中心 竟然告訴他們 你害怕嗎 你不要出街 這些就是協助暴徒 逃避警察追捕 是不是 甚至是 元朗警署落閘 看不到 沒有眼屎乾淨 這些算不算 協助暴徒 逃避警察追捕 你自己也不去追 好了 接著他還說 和理非 和暴徒 形影不離 無處不在 經常 冷眼旁觀 泯滅人性的暴徒 將異見市民 嘔打至頭 破血流 嘩 這就是721警察的行為 是不是 一個巡警都不去 等了39分鐘 然後還有什麼 北角那裡不一樣 是不是 有些人在北角街頭 又是不拘捕 當看不到 唐尾道 只是一草幾天 你那些警察去哪裡了 而且被《平瓜報》拍到 其中一名有份涉嫌參與這個劈友的人士 在你警察面前碰行碰過 叫他支持警察嚴正執法 就當沒回事了 你拘捕了他沒有 人家拍了照片 為什麼那些不拘捕呢 721那些也是 那些白衣人 擺在那裡不戴口罩 不知多麼英勇 走到西鐵站那裡 那些拘捕了沒有 好像拘捕了六件 其他那些 不用執法 又消極不作為 這些就是你們所謂的專業執法 那怎麼辦 甚至乎 無動於瘡 事作喜慶敬忌般 在旁叫囂歡呼 你們這些警察就是這樣 不停地罵人家 黑忌 或者罵人家 不停地罵人家垃圾 不停地罵人家垃圾 不停地罵人家 或者笑嘻嘻 在大埔裡已經是 被人拍了出來 遲些連暴徒一起 到你家中火 說這些說話 被中大校園電台拍了出來 這些不恰當的說話 這些在旁叫囂歡呼 或者當是喜慶的 你們自己說不少 比如說早前周梓樂同學走了 竟然間有些警察就出來說 要開香班慶祝 公開講的 被人錄到出來 當然 後來在記者會當中 又說這些說話 不恰當 這些冷血的說話 又是出自警察的口中 就是當作喜慶般 叫囂歡呼 接下來 這封信 就說 他肯請各大傳媒和市民 停止以和理非稱呼他們 因為他們的行徑是 滅滅人性 滅絕人性 冷血程度不下於私暴的狂徒 配不上和平理性等等 歌頌人類美德的詞語 是赤裸裸的幫兇 到底這封信是什麼 全都是回歷錶來的 都是在罵你這些警察 和白衣服的暴徒 為什麼他們會寫出這些信件呢? 很明顯是分化和理非和勇武派的失敗 過去幾個月不停賣廣告 愛比暴力強與暴力割席 結果是和理非鐵板一塊不肯分裂 唯有轉向和理非開火 但有什麼作用呢? 為什麼和理非和普通市民 對於勇武行為的包容程度和接受能力 提升了這麼多 是因為721這件事導致的 721事件正正就是民意的轉捏點 是無用之疑的 但是你這群警察永遠不去重視和正視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件事當中 是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而這個721事件也是你警察的死亡 因為你無法解釋得出 你當晚在元朗的所作所為 你只能不停地帶過 打算混水摸魚算數 不要再提這件事 甚至乎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自己走出來說 就叫市民要向前看 不要糾纏這個721事件 很明顯 721事件就是整個警察隊伍的死穴 對不對? 其實也就是市民 你令市民接受更多勇武行為 就是源自於這件事 因為你挑戰了市民的道德和人性底線 你作為警察 你自己都不出來執法 任得市民被人動 所有事情其實都是事出有因的 好了 還有一段說到什麼? 就說被自殺、被性侵這些無溪空洞的指控 含血噴人妖言惑眾 淘獨那些心智不成熟的人 助長仇恨蔓延行為 卑劣毫無政治道德可言 其實不需要說這麼多話 是不是?林大主席 最重要的是 你連獨立調查委員會都要反對 你都不敢去成立 你還說這麼多冠冕堂皇的詞語 有什麼作用呢? 最簡單就是你要還自己的清白 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接受獨立調查 更何況就是 現在你找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出來 想著運水摸魚 想著濫於充數 讓市民收貨 當然沒有人理會你 因為就算你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只是五大訴求的其中一個訴求 人家在喊的是什麼?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但你連這一件事都不敢去成立 你都要反對 找一個鄧炳強大主長出來 說完又說 你還說這些九十幾個成語 那代表你很有道理嗎? 對嗎? 查都不敢查 至於 原來他們稍後時間還有一封信件 就是這位林志偉大主席 是回覆成都的一個撐警學生 寫給他們的信件 他怎麼說呢? 又說多謝他們來信打氣 什麼什麼什麼 主要都是那些三腹屁的事情 為什麼他們這樣呢? 要由成都的人來支持你香港警察呢? 其實就是因為香港警察在本地 就失散民心 唯有就怎樣? 唯有就北上維奴 無論在虛擬世界上微博那裡 吸納微博粉絲 在互相讚美也好 或者現實世界 就靠大陸學生寫信給你 支持警察 在香港人 在本地你還有什麼民心呢? 當然在目前這一刻 你是被國家機器塑造你成為一個英雄 但是水能載咒 液能復咒 當你利用價值完善的時候 就一定是非鳥盡良工藏 搞兔死 走狗烹 這些日子不會遠的 是不是? 而且你現在似乎 為境外人士服務 比本地人更多 你在旅遊區域做報警板 等遊客跟你合照 你為什麼不去做一個巡邏的工作呢? 這些就是不務正業 在雙層裡報防 在商場外面 就當一個報警板 被人嚇召 為何你不去行必 為何你不去拘捕那些賊 你現在走去做報警板 你搞什麼? 這些傢伙 而且他們在開OT數 然後善食的津貼 原來去到五千多萬 你搞什麼? 這些傢伙 對嗎? 你叫市民會服嗎? 你在寫封信罵和理非 有用嗎? 不覺得有用 民心一去不反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